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11号凌晨,为了看iPhone的画布会 我到现在还有点空 看来年纪大了,不能熬夜哑 不过并没有等到我想等的 回归我们的主题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悬疑精神店 叫黑夜雾帕 故事要从一个小女孩雪莉去找机的爸爸说起 父母离婚后,雪莉本来跟着妈妈生活着 但最近小女孩被安排去父亲那边住一段时间 她资深坐飞机,来到了异地找父亲亚历克斯 也因为父母离婚,让小女孩一直闷闷不乐 看着父亲找了一个新女友金美 小女孩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最后他们回到了现在的家 这是一栋位于郊外的19世纪的豪宅 父亲和女友满着装修这里 然后再迈出去 现在雪莉只能先待在这里 金美一直想和雪莉建立良好的关系 可惜小女孩似乎都不尿她 从她和亚历克斯的对话中 我们似乎明白了 并不是妈妈将她送到这里住一段时间 而是要住很久 小女孩虽然小,但是还是懂的 难过的她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反正这样未来的生活会继续着 直到某日 无聊的雪莉在外面玩手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这里竟然有个地下室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云丁夏先生 阻止她靠近 夏先生的主妇 曾经在这所房子工作过 他很了解这里的情况 但小女孩不听 他说那里明明有个地下室 爸爸为了讨小女孩的欢心 不顾夏先生的警告 准备强行打开 豪宅内联通地下室的木盲 每次看到这样做事的行为 我都觉得会发生喜患乐见的事情 亚历克斯也没有想过 豪宅内竟然有这么一个地下室 而且这个地下室 显然封闭了很长的时间 雪莉查看了一方 夏先生说 这里不安全 让他们先离开 但是小女孩 似乎从那个被封闭的壁炉内 听到了奇怪的声响 好奇心是小孩子的听信 雪莉竟然偷偷地拿了工具 准备打开那个封闭的壁炉 甚至连伸进去的铁丝 都被吵得进去 就在小女孩即将打开壁炉的时候 爸爸来了 小女孩说这里面有声音 爸爸不信准备靠近听听看 还好她脑瓜子拿开了其实 不然耳朵就被铁丝给插到了 可惜小女孩已经送了罗斯 所以那个锁着的小盲被打开了 雪莉更是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牙齿 你这个小姑娘是不是胆子有点大 都不怕里面有什么吗 竟然将头给伸了进去 而这栋豪宅最初是知名的画家毕先生的 不过后来这名画家却神秘的失踪了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因为小女孩打开了那个盲 放出了里面可怕的生物 所以此时整栋豪宅到处都是这种生物 一开始我根本没有看清楚这种生物是什么样子 他们总是无聊在小女孩的身边 对她说话 表示我们想和你交朋友 或许是因为长时间的孤独 小女孩也希望能有朋友 但这种小小的生物还是有点诡异的 他们害怕亮光 只有在黑暗中 他们才会现身 对于女儿交的新朋友 亚历克斯肯定不知道 他只是发现这些刮胡刀竟然放在了其他的地方 而女友精美的衣服似乎被什么给撕破了 小女孩的床上还多了一枚古代的钱币 最初亚历克斯以为是女儿做的 狠狠地批评了她 可是小女孩也很委屈 今天爸爸要外出谈贷款的事情 所以让夏先生和女管家照顾小女孩 小女孩其实还不知道这些生物到底有多可怕 能从地下爬上来的能好到哪里去呢 但她躲在地下室玩耍 被夏先生给发现了 夏先生似乎知道一些引擎 让雪莉先离开 当她准备将壁炉给封闭起来的时候 里面的时候招惊跑了出来 对着夏先生那是各种蹂躏 都说大象敌不过无数的蚂蚁 人也是一样的 面对无数小小的奇怪生物 夏先生浑身试伤 如果不是带着手电筒 估计她根本逃不走 出来的夏先生浑身试伤 直接倒在地上 女管家急忙报警 并联系了亚历克斯和金美 未来的亚历克斯和金美 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也是颇为的震惊 此时的雪莉非常的害怕 她躲在了树上 为了让雪莉不那么怕 金美带着雪莉去附近看看小鱼 雪莉还对金美说 我没有拿瓜胡刀 我也没有弄坏你的衣服 这些都不是我做的 两人还发现 最初女儿拿到的那个钱币 似乎是18世纪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经历了恐怖的事情 小女孩躲在了爸爸的床上睡觉 金美醒来的时候 将她抱到了这的房间 可是小女孩很怕 希望金美能够留下来陪自己 陪了一会儿 金美就回去了 哪曾想地下的小怪物们 全部跑了出来 将爸爸做的小灯给推倒了 小女孩更是在床上 看清楚了这种生活的真蜜目 吓得她哇哇大叫 爸爸以为是女儿的心理出了问题 找了一名心理医生 准备帮女儿看看 你这个心是不是有点大 大喊大叫最定是心理问题吗 虽然早期 雪莉因为两个人离婚 变得不爱说话还吃药 但爸爸的方向显然是错误的 只有金美注意到了异常 他觉得亚历克斯 最近为了贷款的事情 完全疏忽了女王 所以他去了医院 找了受伤的夏先生 夏先生现在恢复了一时 他说雪莉 离开了那栋房子了吗 金美说并没有 夏先生说 我的祖父曾经在那里工作过 而那个地下室的门 也是我祖父锁起来的 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失踪的画家 毕先生 如果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叫去公共图书馆 查找编号1134的档案 就知道一切的真相了 此时在家里的雪莉准备洗澡 可惜这些可怕的小怪物们 准备对他动手 还关掉了灯 如果不是因为小女孩的闪门大 估计早就出了意外 金美也从档案库中 发现了毕先生留下来的东西 他消失前画了一张画 这画和地下室墙壁上的画很像 似乎是某种奇怪的生物 而且毕先生的儿子 但也消失了 消失没多久 他也不见了 这种生物在古迹中有记载 民间传说也有提到过 这种是来自黑暗地狱的古老生物 比人类还要早出现 或许是因为大人们不相信自己说的 雪莉离家出走 她准备离开这里 不过还是被两人给发现 带了回去 金美现在其实有点相信小女孩说的话 她说那些生物怕光 谁也金美给了她一台相机 还特地举办了宴会 邀请了很多人来到这里 这样人多灯火通明 如果真的有怪物也会怕的 可惜他们低估了这种生物的顽强程度 他们以小孩子的牙齿为实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执意要抓住小女孩 更是在书房 小女孩遭到了这种生物的袭击 当爸爸进来后 这里真的乱成了一团 爸爸也看到了女儿拍的照片 现在如果还不相信女儿说的话 那这个男主我真的要捏爆他了 现在几个人准备离开这里 亚历克斯准备去启动车子 可是车库的门竟然关上了 显然是这期生物做的 家里的电影还被断掉了 金美更是因为下了被吸线给绊倒 最后晕了过去 不过他也终于见到了这种可怕的小生物 现在整栋房子都是这种生物 数量还多的性能 他们准备将小女孩带到那个洞内 得亏金美醒了过来 极力的抵抗 可以说这个继母牺牲了自己 让小女孩逃走 这个洞到底有多生虽不知道 最终他们离开了 搞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又再次回来了 这次回来 他们带回了一张小女孩画的画 代表了他的试炼 说实话 这种小怪物什么的我很喜欢 如果能够挖开地下的洞穴 是不是会更加喜欢乐见呢 但回到电影中 小孩子说的话 有时候确实要注意 孩子们说的可能都是真的 所以留意细节 也不会让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